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开售第一天 门票就爆卖了50万张 这也是王毅云音乐推出的第七年 和TF Wars对市场无数次验证过的顶流号照例相比 作为合作方的王毅云音乐这七年更为惊心动魄 2017年的天价版权战曾一度让它元气大伤 好在独特的社区文化成为了私开剧目的关键变量 当越来越多95后将王毅云音乐视为一处精神家园 过去通行无阻的资本法则似乎在此失效 挑战独家版权模式社区战略崛起 在实现商业模式的多元化叠变之前 王毅云音乐在加速补齐版权短版 8月11日 王毅云音乐与全球最大唱片公司环球音乐达成全新战略合作 从买下歌手当打之年声林奇敬 第三季中国新说唱等多部头部综艺音乐版权 到与吉卜利杰尼斯滚石 少城时代华纳版权等海内外版权方敲定合作 王毅云音乐的2020年开启了满满满模式 曾经变灰的歌单开始批量回归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年前盛况空前的版权大战 但这次王毅云音乐走的是另一条平行道路 因为Z时代的新用户基本还不在意歌曲数量 为平台曲舍的唯一标准 而将听歌的私人感受放在了轴心 上一轮以量取胜的版权战 根本逻辑是2000年以来唱片工业的延续 对歌手来说 从个人形象包装 电视电台打歌到线下歌迷会 强势的唱片公司有一整套成熟的推广流程 和县城渠道将心碟 新歌 新人源源不断地推送到听众面前 从用户的角度 在线音乐平台只是他们获取音乐资源的渠道之一 在打开APP之前 大部分用户已经知道自己想要搜索的曲目和歌手 确保用户能搜到 能听到 能下载 便成为了平台制胜关键 在这种以独家为竞争核心的版权模式下 资本的力量压倒一切 有足够能力下重注的平台最终赢家通吃 这也是当下在线音乐行业格局的由来 在音乐社区战略下 王毅云音乐不再将重心放在谋求版权独占上 而是以新的产品形态 独特的用户体验和差异化的社区氛围 将影响力向年轻世代用户渗透 并以此反向推动华语原创音乐的繁荣 另一方面 在一众同类应用中 王毅云音乐的产品有明显的辨识度 黑红色UI色调 播放界面的黑胶片设计 简洁易用的评论 分享按钮 统一化的操作界面某种程度上 产品的使用习惯会反向塑造用户思维 当用户习惯了这种干净 一致的产品形态 就会对其他眼花缭乱的产品产生免疫力 更重要的是 社区内容的持续沉淀 加上王毅云音乐 近四年对原创音乐的重磅扶持 让这个在线音乐平台 不再只是资源输出的末端 变成了内容产生的起点 从而强化了用户粘性 早在去年12月 入住网毅云音乐的原创音乐人 就超过了10万人 截至今年4月 更快速增长至16万人 音乐人上传原创作品数 超150万首 三年来 入住原创音乐人的总收入 增长31倍 去年底爆红的 闽南语单曲大田后生仔 在平台上播放量 在三个月内突破了两一家 除了原创版本 还迅速衍生出了 欢快加速版和女生版 现在的年轻人爱听什么 网毅云音乐的社区文化培育 固然有其自身的奋斗 但也要考虑 历史的进程机会 总是站在年轻人的一边 时代正在向95后拱手相让 不仅在线音乐行业 在整个互联网来说 网毅云音乐 都是年轻人含量最高的APP之一 根据Quest Mobile公布的 Z世代洞察报告 网毅云音乐位列 Z世代偏爱的Top20APP 请示Z世代最喜爱的 在线音乐APP 从公开数据上看 在网毅云音乐的活跃用户中 95后占比 已经超过60% 2019年的新增用户 85%都是95后 另一权威报告 暗媒咨询 2020年 中国在线音乐演出市场 专题研究报告 印证了这一现象 在00后群体中 网毅云音乐 在观看平台的偏好度中 位居第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